学生攻破行政院,王卓军将遭撤换 反服贸学生周日突击占领行政院,震撼全国 总统马英九级行政院长张一华紧急危机处理 严令警方强势驱离 知情人士透露,警政署长王卓军将在反服贸抗争告一段落后遭到撤换 王卓军下台的原因并不是夺回政院过程中造成流血事件 而是他事前警力部署调度失误 当时行政院只有数十名警力,导致行政院轻易被攻陷 引发马疆极度不满 王卓军也将成为这场反服贸抗争第一个负责下台的高官 国安人士也透露,事前曾建议立院警力 调往行政院等周边重要公务机关 包括行政院及中央联合办公大楼加强反卫 警政署对相关建议全部理会 基层警员对此在脸书热烈讨论,意见不一 有警员说署长当然要负责 官员只会将责任推给警察 也有警员表示,行政院及立法院都是中央单位 都有保六总队派驻警员留守防卫 保六总队长要负责 而北市警局负责编排警地勤务规划的保安科 也责无旁贷,要署长负责说不过去 至于北市议员高嘉瑜昨天公布北市内湖分局 交通分队警员严若胜 当天凌晨一点多在脸书贴文 以偏激言论制造社会恐慌 出面致歉的严若胜遭记申戒两次 台中市物方警分局十九甲派出所苏信警员 不爽消假支援 在脸书贴文干报女报名 也遭记两次申戒 董新闻综合报道